如果你点开了这期影片 那么你是有打算制作自己的线上课程的 但是可能你会觉得很难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我发现我现在在使用的线上课程平台Kajabi 他让我知道了原来制作线上课程可以如此简单 这么好用的平台我必须推荐给你 这期影片我也展示给你 如果去使用Kajabi去快速轻松的制作出你的线上课程 我也直接带你进入我的Kajabi的后台 展示给你每个步骤 嗨我是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 一直往路穿越内容 我们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如果你感兴趣尝试使用Kajabi 那么现在是入手的最好时机 因为从即日起至2024年的1月25号 你可以获得Kajabi最新的现实优惠 只需要99美金 你就能够使用KajabiGhost计划三个月 原价是199美金一个月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除此外如果你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注册 我会赠送给你Kajabi的新手课程 会告诉你如果具体使用Kajabi里面的不同功能 以及如果正确设置Kajabi 并且你可以和我免费的预约30分钟的一对于战略之行 如果你看到这期影片的时候 你错过了这个现实的优惠也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获得Kajabi 30天的免费试用 所以比官网提供给你14天要来的更多 我还是会赠送给你Kajabi的新手课程 并且罗你之后成为付费用户 你还是可以和我免费的预约30分钟的一对一咨询的 接下来我就带你进入到我Kajabi的后台里面 展示给你如果去使用Kajabi 快速创建出线上课程 现在进入到了Kajabi的后台 它首先展示给你的是Dashboard界面 会展示给你一些基本的数据 如果想要创建线上课程 你需要选这个Products 这里首先展示给你已经创建好的课程 如果想创建新的课程 你需要选这个New Product Kajabi的产品会分为四类 第一个就是线上课程 第二个就是播客 然后是社群 还有一个是教练服务 今天我们要创建线上课程 就选这个Course 它的一些特征就是 你可以上传影片的内容 语音的内容 文字的内容 你可以做出测试还有调查 你可以加入课程专用的社群 或者是课程下载资料 然后选择Get Started 这里面就需要你输入你课程的标题 以及课程的描述 比如说课程标题是投资理财101 就可以看到标题就会显在这里面 然后课程描述是 新手如何从零开始学会投资理财 这就是我课程的描述 这里Kajabi有个全新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根据你的标题 还有课程的描述 就会帮助你产生课程大纲 还有一些课程距离信息 你可以选择打开 或者是关闭都是可以的 在填完之后就可以选这个Next 接下来就可以选择这个界面里面 你要的主要颜色 还有辅助颜色是什么了 就可以根据你这个品牌 去做匹配 比如说把它变成红色 它是我主要的颜色 然后把这变成黄色 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这样的界面了 然后底下你就要给你这个课程 去上传个缩图 跟我们YouTube里面的缩图是一样的 它的格式也是1280像素 乘以780像素 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缩图 比如说我选择这样一个缩图 然后选Next 这里面就要给你的课程进定价了 你可以选择是免费的课程 那么其他步骤都没有了 或者是付费课程 这里就会有一些选项 你需要选择了 比如说缴费的频率是什么 你可以选择多次缴费 或者是订阅制的缴费 又或者是一次性的缴费 都是可以的 一般来说 新浪课程都是一次性缴费的 所以就可以选择这个 One Time Payment 然后你可以给这个课程进定价 比如说是397美金 然后这里面Kajabi还有个功能就是 你可以设定一个最低的价格 然后让你客户去选择 是否要支付 比这最低价格更高的价格 比如说我这个最低价格是397美金 然后我的客户 如果想购买这个课程的话 他可以选择支付 比397美金更高的价格 或者是支付至少397美金 Kajabi之所以推出这个功能 是因为它没有数据报告显示 如果开启这个功能 创造者的收入会更高 然后底下是支付的方式 如果不算美国的用户 现在只有Stripe和PayPal两种形式 现在Kajabi美国的用户 能够使用Kajabi Payments 它就包括更多的支付方式 比如说Google Pay Apple Pay AfterPay 都是有的 在填取完所有的资料之后 就可以选择下一个Next 嘿打扰一下 我知道你想要创建的现场课程 但是你更害怕 自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还有精力 做出的现场课程 没有人买 如果之前担忧 一定要记得来参加 1月22日我举办的 3日创课训练营 我会告诉你 如果去使用课程预售的方式 在你录制任何的课程内容之前 就获得第一批的付费学生 这不仅能够帮助你去 决省时间还有精力 也能够让你知道 你的课程是否有市场 训练营很快就要开始了 请赶紧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进行报名 像我进入到了课程大纲的页面 因为刚才我选择了 让Kajabi根据我课程的标题 还有课程的描述 去帮助我产生课程的内容大纲 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Kajabi帮助我生成的课程大纲了 它帮助我生成了三个章节 第一章节就是理解投资理财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节就是投资理财的基本工具 第三个章节就是建立投资策略 然后每个章节底下 会有一些小的课程 比如说理解投资理财的基本概念 它涵盖课程就有投资与储蓄的区别 投资理财的定义与重要性 投资风险与回报 然后可以选择标志去打开 就可以看到这个章节里面 所涵盖的课程 所以使用Kajabi这个功能能够给你 非常多课程创建灵感 如果想要创建更多章节的话 你可以选这个右上角的add content 这里面你选择mojo就是章节 submojo就是次的章节 然后lesson就是课程 quiz就是测试 然后你可以选择上传多部影片内容 比如说添加个新的章节 这里面添加章节的名字 然后你可以添加章节的描述 然后章节的说图 然后选择createmojo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就创建一个新的章节了 然后章节的顺序能够互相移动的 比如说移到这里 这里就可以看到 就移动了顺序了 然后在这章节里面 我也可以添加新的课程 选择这个add content 然后选择lesson 在添加完标题之后 就可以选择quitlesson 就可以看到 我就创建一个新的课程了 然后这些课程它的顺序 也是能够移动的 我可以选择标志 就能够移动了 在Kajabi里面 也是有提供创建测试功能的 很喜欢这个add content 可以选择quiz 这里面可以添加问题 然后添加选项 添加问题的答案 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测试了 这里面还有提供 自动批改测试的功能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results 就可以看到 所有学生参与测试的结果了 而右边就能够更改 章节还有课程它的状态了 你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draft的形式 就代表 这是一个还没有公开的课程 或者章节 如果想发布章节 就需要选择publish 现在这个章节就发布 但是这个章节里面的课程 还是属于常有状态的 你需要单独再选择 是否要发布 现在发布了这个课程了 现在我把这个章节里面 所有的课程都发布了 我想预览一下 你可以选这个眼睛的标志 就可以看到 刚才我发布的章节还有课程 都显在这里面了 另外你可以看到 有个drip的模式 这就是能够让你设定 如果给学生加入到这个课程里面 他多久之后能够看到这个课程 比如说你可以设定在这个学生加入到课程之后 他可以立马看到第一章节的课程 再过了7天之后 第一章节的课程他学的差不多了 那么第二章节的课程就出现了 再过7天之后 第三章节的课程也能够让他学习 这样就能够控制学生的学习进度 提升学习的效果 还有这个就是lock 就能够锁住这章节的内容 没有办法让他们公开 还有就是delete mojo 就是能够让你去删除这个章节 如果想删除章节里面的课程 你需要选择这个课程 然后选择delete lesson 就能够删除这个课程了 如果说你这个课程里面的内容 有一部分的内容 是有包含在其他已经创建好的课程里面的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选项 import for another course 就能够让你快速的从其他已经上转好的课程里面 去把那个内容去引进到这个课程里面 这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我可以点击每个课程里面 去看一下他具体的信息 像我进入到了每个课程它的细节里面 这包含了它的标题 是涵盖在哪个章节里面的 你可以选择是否只是包含了文字信息 你可以看到Kajabi其实帮我去创建好了 这课程里面的具体信息了 只不过它是英文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或者是包含了影片的教学内容 又或者是音频的教学内容 对于文字的信息 你可以在这里面去调整它格式 也可以加入一些链接 加入图片 都是可以的 在这里面Downloads 你可以加入课程的下来资料 也可以加入一些自动化的处理 在右边可以调整一下这课程的状态 可以加入每个课程的说图 然后评论区你可以选择是否要显示 还是隐藏还是锁住 你可以选择Preview去进一预览 这就是学生进入到课程观看教学影片的时候 所看到的内容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创建好的课程 在Kajabi里面是怎么样的展示 这个是我的YouTube新手课程 你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章节 然后点开每个章节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具体信息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眼睛的标志进一预览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课程的信息都显在这里面 当我点击这个课程之后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具体信息了 这里面可以播放课程内容 然后在章节里面其他的教学影片都会显在这里面 底下就是课程的具体描述信息 添加的资料链接都会显在这里面 然后右边这里面的downloads就是学生能够下载的资料 如果说你不喜欢刚才的课程界面 你可以选择Customize 这就是Kajabi默认的课程主题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Install Template 这里面可以找到其他的课程主题 比如说有一些我的课程 我也选择这个Momentum这个主题 我可以选择Preview Template 它所有的课程信息都是在一个界面里面的 左边是课程信息 中间你可以交一些其他相关的信息 右边你可以交一些图片链接 当我点击这个课程内容之后 这里面就会展示出课程的影片 然后往下拖就是课程的具体描述信息了 如果只是文字的信息 就会显示成这样的形式 你看其他的主题 比如说这个主题 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了 在你选好一个主题之后 你就可以选这个Install Template 就可以更换成那个主题了 现在就是Offer 在Kajabi里面 Offer还有产品是分开的 你单独产品可以是一个Offer 但是你的Offer也可以包括很多种产品 这能够帮助你去捆绑销售 比如说现在我这产品 它的Offer就是单独这产品去出售的 我可以选这个AddOffer 这里面可以给Offer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Offer里面有多少个产品 我就可以打包我其他产品去进行销售了 这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选这个Certificates 就是能够有课程的证书 就可以提供给你学员一个见证 在他们完成课程之后 有一个证书的证明 在设置证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个Life Rooms 这就是能够帮助你去线上进行教学 它最高参与人数是200个人 还有这个Community 就是能够给你这课程去配套一个学员社群 去让学员经更好的交流 Kajabi绝对是你现在能够找到的 功能最全面价格最实惠的线上课程平台了 别忘了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3个月99美金的限时优惠 或者Kajabi30天的免费试用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Kajabi的教程 你可以看这播放列表 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做个影片点赞 也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聊起更多关于网络创业内容 追踪我IG能够会有更多互动 那么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